第4720集 那儿立着一座宏伟的雕像 傲然站立 手指苍穹 同时将一根雷杖指向苍天 身后的披风随风扬起 整个人仿佛正在与天地对抗那般 十分的威风凛凛 其乃是太雷神宗的开山祖师 月雷真人 传闻当中的月雷真人 正是在混沌之中 得到了一丝本源雷霆 将其修炼壮大 参破了无尽的天雷大道 才一跃成为了顶级雷修 在整个雷修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月雷真人的实力 地位也仅次于两大雷地 它更是一举开创了太雷神宗 而后再好生经营 广招贤财 留下了系统的雷法传承 这才有了今日处在鼎盛的太雷神宗 论起实力 月雷真人或许不是最强的 但若论经营宗派 整个雷修世界都无人能出其右 苍穹之下 有几道身影缓缓降落 他们是太上长老团的成员 一个个皆实力匪然 其中有一名留着山羊胡子的老道 手持一把扶尘 童言鹤发 慈眉善目 他先是笑咪咪地扫尸了广场一圈 而后轻咳两声 肃然说道 你们都是雷修界未来的希望 今日来参与我太雷神宗的选拔 是我太雷神宗的荣幸 但是既然是选拔 那便有残酷的竞争 老夫先在此说明 若是心智不坚定者 可随时退出 此等选择 我太雷神宗 绝不强求 望大家三思而后行 接着 他袖手一挥 一片白茫茫的云雾当中 浮现出了两头 猙獰巨兽的身影 那是他们 即将要面对的雷霆训兽 顾名思义 雷霆训兽 是针对雷修所信仰出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 对于雷修有着克制作用 也可测出一名雷修的实力深浅 广场上的所有人 都要为传送至一片虚无的空间 谁用雷法斩杀的雷兽最多 或者等级最高 那便能排出顺位 尽下一轮鄙视 广场之中 众多雷修议论纷纷 他们有的人曾经接触过 此等雷霆训兽 知晓其厉害之处 因此变得有些退缩 因此有的人退出 也有人继续留守 那赫法童颜的长老 则是率领着太上长老团 落至天雷老祖的雕像面前 竟是齐齐地居了义工 表达了对老祖的尊敬 而后童颜老者的手掌间 喷涌出浩瀚的雷霆之力 于虚空间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通道 从你们进去之后 便开始计时 三个时辰后 试炼就将结束 到时候这片空间 会自动记录你们所斩杀的雷霆训兽数量 因此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 以心一意 完成试炼即可 他说完之后 便抬手示意比试开始 前方的人深吸了口气 脉步走入 消失在虚空通道当中 夜晨也跟着走了进去 眼前的空间一阵变幻 随后他们便来到了一处 截然不同的独立领域 这里没有山清水秀的丛林 也没有那高耸入云的山峰 唯有一片裂开的荒原 倒倒裂缝 匍匐在大地之上 像是蜘蛛网那般 猙獰可怖 雷霆蔓延 黑气纵横 无数的咆哮声音传入耳中 令人心神击颤 夜晨被传送到了一处高地 他也望去 无数的雷霆训兽 仰天嘶吼 他们张开背上的雷霆羽翼 朝着近来的试炼者 发动了攻击 有些人反应及时 定神之后便动用了雷法 开始斩杀面前的训兽 而有些人则是半天 没有反应过的 直到被雷霆训兽扑倒 身上撕裂出了伤口 这才痛得惨叫不止 当他们选择求饶 这试炼空间 识别出他们的求饶之举 便将他们传送出去 前进与放弃的一幕幕 正在这片空间里上演 而夜晨倩此状 则是眼眸一寒 身形顺移 来到了上外头雷霆训兽中间 他的五指并笼 牵引着雷霆之力 这一刻夜晨的体内 动用了一个动天的力量 坚决而又狂暴 几乎将附近的荒原 全部笼罩 随着漫天雷霆降临 狠狠地砸在地上 夜晨像是一道闪电 冲进了兽群当中 而在此过程当中 他的身边形成了一股 若有若无的雷霆场域 夜晨体内的三株雷霆神帘 在经脉之中穿梭 顺着血液往四肢百骸流动 形成了强大的防御力 阴阴发光 宛若一层光之铠甲 而夜晨 则是借着这层雷霆铠甲的防御 扛下了众多雷霆训兽的进攻 从表面看上去 他似乎是被这些雷霆训兽 给吞噬了 命不久矣 但实际上 他则是在感悟盗法雷泽 宽阔的一室海当中 雷霆轰然落下 无尽的神光迸发出来 浩荡无银 如海潮那般汹涌席卷 夜晨宛若一夜偏周 立在其中 随着海潮摇摆不定 上下浮沉 但身上那层雷之光甲 却能保证 他不会遭到性命之忧 而他则是要在 这无尽的雷霆当中 寻找到自己的本源法则 粗壮的雷霆 在异士海当中 不断地降临 惊起了一大片的恐怖声音 就在刹那间 夜晨睁开双眸 直接飞身而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入一道如山岳般 粗壮的雷霆当中 抓住了一道不同颜色的雷光 那是一条赤霄雷霆 一闪而过 转瞬即逝 但却被夜晨留了下来 赤霄雷霆仿佛拥有自我意识 剧烈地挣扎着 想要逃走 但夜晨直接抓起他 下一刻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将其送入嘴中 那道雷霆顺着轮回的脉络 极尽炼化 就在短短的一瞬间 那一朵赤霄雷霆 便烟消云散 成为了夜晨血脉中的一份力量 此时 夜晨已经被一堆雷霆驯兽淹没 他被那漫天的雷霆驯兽掩盖之后 便无人再关注他这边的动向 荒原的中心处 有几名雷羞天骄飞至半空当中 只见他们召唤出了 那苍鱼苍穹中的深坑狂雷 随手一挥 成千上万道雷光轰然而至 将那些雷霆驯兽 给砸成碎肉粉末 但这只是开始 而没有结束 那些驯兽死亡之后 会有一道小小的光河漂浮出来 像是狐公英种子那般 缓缓落地 再次融入残缺的血肉 以其为核心 四周的蚕食碎肉 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 再度新河起来 变成了一只全新的雷霆驯兽 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根据史料记载 此处场域的建造 便是参照了轮回之主的修行之道 以雷霆当作轮回 可心灵复活 只要宗门不灭 便能无限循环这处试炼场所 当初的太雷神宗宗主 为了建造这样一处独特的空间 还花大代价 邀请来了轮回之主手下的 六魔将之一 前世轮回之主手下的六大魔将 虽然没有轮回的力量 但他们跟随在轮回之主身边多年 或多或少 对轮回都有一丝独到的见解 有了六魔将在身边当作参考 很快便将这片场域搭建进来 并且成为了日后太雷神宗 选拔弟子的重要关卡 而在其外 失恋空间当中的景象 便是化作一幅巨大的影像 投到了外面的广场中 太雷神宗的众多长老 正在观看着他们的表现 那名为天雷子的年轻人 实力不错 短短半个时辰之内 就已经斩杀了463头雷霆驯兽 潜力极为不错 有一名长老点了点头 对这地雷子很是满意 王长老此言诧异 另一名长老则是摇头 否认了他的说法 这天雷子虽然斩杀了多个训兽 但自身的雷霆道泽并不完整 未来的成就有限 我觉得不能选他 两位长老都说得不对 以我来看 那王成才是最具潜力的人 我觉得你们说得不对 众多长老争论不休 至少挑选出了三四名天才 这几人的表现都极为突出 一时间无法分辨出 孰优孰劣 行了 别争了 现在才半个时辰而已 能撑到最后的才是胜者 最后是玄老发话 才阻止了众人的争论 不过他们都没发现的是 雷霆场域中 有一个角落悄然发生了变化 与此同时 叶辰领悟了雷霆法则之后 便飞速解决了 围在他四周的几头雷霆驯兽 他于战乱之中睁开双眸 迸发出无比强大的璀璨力量 如果说刚才的他 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那么现在他就是这群 雷霆驯兽的主宰 轰隆隆的声音顿时响起 让人听了头皮发麻 而在这片法则的牵制之下 叶辰仍旧爆发出了 无匹的雷霆力量 这一次 他是真正领悟了此处的雷法 原来无解的雷霆原始真意 居然是这样的 叶辰难难自语 他的手臂之上 雷霆放肆缠绕 却不外放 等待那些雷霆驯兽 再次扑上去的时候 他迅速轰击 一连贯穿了上百头驯兽 而他自己则是 想闲停信步 一点都不吃力 又是一道轻雷 飘散如烟 带走了上百头驯兽的性命 这时 广场中 终于有人注意到了他 你们快看那里 有眼尖的长老 发现了叶辰的情况 于是赶紧说道 长老团的其他人 也是纷纷将注意力 转移到那巨幅影像的角落 在那里 有一道雷霆光芒 冲天而起 直打云霄 方圆数十里的雷霆驯兽 都被此电光斩制 与此同时 他们也看清楚了 叶辰的样貌 只见其神色无比淡然 每次出手 便是从掌尖挥出一道绳索粗的雷光 无光无色 极其平凡 但是当那雷光 进入雷霆驯兽群体当中时 便迸发出了无上的神采 堪称恐怖绝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